庙号为太祖的六位皇帝,你最佩服哪一个? 在我国历史上,庙号为太祖的皇帝不少,大多数是追尊的开国皇帝,但也朝代将这个庙号给本朝的第二、第三位皇帝。 在这些皇帝中,我们按照朝代排点最具代表性的六位太祖皇帝来说说你最佩服哪一个? 汉太祖刘邦,刘邦,汉朝开国皇帝,平日离我们都习惯的都趁刘邦为汉高祖,其实真正的说法是汉太祖高皇帝。 刘邦出身农家,年轻时已游手好拳的作风文明,秦末农民几亿爆发,为他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虽然刘邦手里的牌看起来没有项羽的好,属于储强汉弱的格局,但他善于用僵,并完成了逆的反击,储败汉胜。 刘邦攻入咸阳,时便废除秦朝的科法,与民约法三章,深得民心,他采取的宽松无为政策,使百姓得以升息,国家得以巩固,亲手缔造出汉民族与汉文化的昌盛时期。 魏太祖曹操,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精通兵法,征讨四方,首创邪天子引令诸侯之举,虽然没有统一天下,但面对刘备,孙权这样不是出的枭雄,曹操能三分天下有其二,去天下雄胜吃的,实在难得。 后来的西晋三分归一统,还是曹操打下来的,只不过司马懿父子换了快招牌而已,其任做核心手工还是曹操,西晋的胜利,就是属于曹操的胜利,后来他的儿子曹丕成帝,追尊他卫武皇帝,妙号太祖。 宋太祖刘一龙,刘一龙虽然不是开国皇帝,但他是太祖中唯一搞文质的皇帝,他执政三十年解决了自己能解决的所有政治问题,稳定了国家局势,史称廉家之治。 刘一龙的对手是北魏太武帝拓跋涛,是一个极为强悍的枭雄,两方过招刘一龙虽有过惨败,不过总体上能和拓跋涛打个平手,当时宋朝略成衰弱之势,但还能保持着相对强势,可惜四十七岁的他被太子试杀,后世子孙也不争气。 后周太祖郭威,有人说赵宽印统一过五代十国,这种观点并不正确,赵宽印只是做了柴荣没完成的事情,而柴荣接的是养赴郭威的班,中原对南方统一的大墓由郭威拉开,再由柴荣发扬光大,和赵宽印关系不大。 郭威曾担任后汉的叶都留守,因他军功过高,背后汉引帝刘成又猜疑,派人去叶都刺杀郭威,郭威被逼之无路可退,不得不反,成立后周王朝,成为皇帝之前,郭威生性节俭,谨小慎威,成为帝王的郭威仍为丝毫松懈,谋使于国,心怀百姓,他改革必正是北方地区经济, 政治形势趋向好转,郭威为人人后,后汉刘成又杀光郭威全家,郭威反扑后,带刘成又的母亲就像自己的母亲,堪称千古人帝。 原太祖铁木针,有人说铁木针不是中国人,有人说是中国人,铁木针作为世界的征服者,影响力非常大,铁木针在军事上的确厉害, 当时的蒙古高原四分五裂,是铁木针和众卫一,形成铁拳。 金昭当时的实力远强于辽木,铁木针与金昭作对,并没有绝对胜算, 直到公元一二一一年八月的野狐岭一战,盟军大破金军精坠,导致金昭衰落,新继位的金宣宗完颜巡,被迫放弃中都故土,南迁至开封,最终还是被铁木针打造的蒙古军事机器消灭掉。 而且,铁木针在临死之前,还灭掉了在西北立国二百年的西夏。 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从一个放牛娃逆袭成帝王,一路走得相当不易,被称为乞丐皇帝。 他是中国封建王朝中,真正的农民起义成功的皇帝,且从南到北统一中国,也是封建王朝唯一的一次。 朱元璋本是农民出身,了解民间疾苦,所以对官员要求严格,不容得一粒沙子,不仅制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公务员历史最低工资标准,对大臣说杀就杀。 电视剧上常常见到百姓击骨名冤,就是从朱元璋这个时代兴起的,明朝百姓可以扭纵步伐官吏。 朱元璋虽然对体制内克薄了些,杀伐过重,但他对百姓很好,甚至还有免费养老院,免费医院和免费公募。 他还在南京郊外试点修筑房,安排无家可归者居住,限于当时的社会未能推广,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免费福利房了。